我從字面上看,Moy就是創造力 當你嘗試一個新事物的時候 有時候你不是說我的夢想要做作家 或者我的未來要鋪什麼的目標 但我覺得這件事其實好像會吸引了 其他一些我從未嘗試過的新事物 首先在做事的時候,你真的要盡力,要無悔 這是我覺得最重要的觀念 但當你交出來之後 我覺得結果這些東西也不是人可以全盤去控制 這是一個心境上的健康 我覺得你可以維持自己心境的健康 你才可以有這個容量去包容 或者去接受一些新的嘗試 這個也很重要 否則你的路會越來越狹窄 因為你會害怕失敗